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Dai 相信大家在前几天有听到国家银行的宣布 就是OPR又下降了啦 为什么我又讲U呢? 因为在2020年的1月和3月已经是下降过两次 分别都是下降了0.25% 而这一次是下降0.5% 也是最大幅度的一次 从2.5%下降到2% 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降了OPR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在我还没有深入分享这个topic之前 我先和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OPR OPR stands for Overnight Policy Rate 如果用一些比较简单和容易了解的话数来解释的话 OPR就是一些比较有Cashflow的银行把钱借给其他银行 而有的短期贷款利息 而这个利息是由Bank & Yara定下来的 那为什么要下降OPR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国家的经济主于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国家银行就会宣布下降OPR这个举动啦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很明显的这一次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冠状病毒的袭击啦 然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个40多天的行动管制令 导致我国的经济处于在一个不活跃的状态 下降了OPR会有什么impact? 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银行的利息 其实OPR也是银行的运作成本来的 当OPR下降了 运作成本也跟着下降 如果银行要保持他们的profit margin的话 他们就会把贷款出去的利息跟着调下 打个比方一个500千loan amount的housing loan 借30年 在还没有宣布下降利息之前 你的利息可能跑着4% 所以你的分期付款大概是每一个月2300多 然后你的total interest amount是大概360千 那宣布下降了过后 你的新的interest将会是3.5%罢了 分期付款每一个月大概是2200多 然后你的total interest amount是300千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分别就是每一个月的分期付款 我们已经省下了140多块 而total interest amount我们已经省下了50千 500千的loan amount相差了0.5% 就会省下50千的利息 那如果你是100万的loan amount 还是几百万的loan amount 你们可以去算一下你们可以省下多少钱 除了贷款的利息 储蓄的利息也是会跟着下降 所以这个现象也是会导致 人们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这里我会分成三种人来解释 第一种人就是investor 当利息下降了 repayment下降 ROI自然就会提高 那提高了ROI investor将会有更加多的cash flow 他们将会用这些多出来的cash flow 去投资更加多不同的东西 第二种人就是business owner 生意人 当公司的分期付款下降了过后 运作成本就会跟着下降 这样子的话公司就会有更加多的陷阱 还处理好他们的公司账目 又或者是扩充他们的生意了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自己啦 如果我们是有供着物质的 下降了利息过后 我们的分期付款也是供着下降 这样子我们的负担就会减少 可能我们将会用这些省下来的 分期付款 去买更加多不同的东西啦 所以从以上 所提到的影响来看的话 下降利息后将会有更加多的 现金 在市场上流动 人们的消费将会自然的提高 这样的话 就会刺激到经济的成长啦 如果我们看回历史的话 这一次除了是下幅度最大的一次 也是在这10年里面 利息调到最低的一次 上一次把利息调到很低的时候 大概是2020年 如果你是investor 又或者是想要买房子 给自己用的话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啦 因为现在 是最便宜的时候啦 所以想要入场的朋友 记得保好这一个黄金机会 那当然如果是太多现金流 在这个市场上流动的话 下降利息后可能也是会导致到 我们的钱越来越会贬值啦 然后就会跟着通货膨胀咯 好了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下降利息后的一个看法 不知道你们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看法没有 如果有的话 欢迎 留言在我的comment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一支影片有当到你的话 记得按赞 还有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 如果你想从我身上学到更加多 关于房地产相关的知识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今天我要分享的东西就到这里 我是明生来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